剛剛提到的就是繼承 比如說我繼承這個frame之後 繼承過來之後 但是你會發現我的這個參數無法傳遞 也就是說我在new的 我參數沒辦法傳遞 所以我必須要在這邊set一個title 那如果我今天要初始化的時候 我希望他也能夠傳遞參數該怎麼做 所以這邊的話在下一個範例就提到 也就是說我們這個地方可以加上一個所謂的建構 建構園 或者叫建構值 有沒有 在那個第17之7頁這邊 這邊有個叫做加入一個建構園 也有翻譯叫建構值 也就是說我今天在new的過程當中 就會觸發這個所謂的建構 建構園或建構值 也就是說我今天要傳遞的話 我可以先怎麼樣做動作 你會發現這地方 本來這地方 沒有辦法把這個title加進去 那我要怎麼做呢 我們可以在這個地方建立一個public 而且建構這個建構值 它一個很特殊的部分就是說 你只要加上什麼呢 你不需要加上void 它也是不回傳 很特別因為我們如果要不回傳的話方法 都要加上void 可是這個建構值 它不需要加上void 但是它也沒有回傳值 那它寫的位置就在extense的這個 你可以一般習慣是寫在這個man的上方 然後extense下方 也就是說這個地方就是一個建構值 那只要我們new的 只要我new的時候呢 它就會去觸發 比如說我今天new new它之後有沒有 那如果我傳遞剛剛有錯誤對不對 假設我今天呢 觸發它之後呢 我new一個新的自己本身的話有沒有 那我就可以把這個參數做傳遞 我可以怎麼樣呢 這個地方我可以直接把這一串有沒有 直接在這邊建構值的地方 做一個 做一個引述 這個引述就是把這個字串怎麼樣呢 這個字串丟過來到這個string 對不對 那我今天因為我要給我的父親 這個 這一段這個字串 所以呢我可以做一個動作就是說 我可以丟過來之後呢 在這邊再丟回來 那這邊有一個叫super 特別注意喔 super呢 指的就是 我的上一層 比如說我今天是繼承 friend對不對 在這裡加上一個super的話 指的就是friend 也就是說呢 我再把這個string 再傳給friend 它就得到一個什麼呢 那個名稱呢 那實際上這個繞一圈喔 主要就是說我沒有辦法去繼承我父親的那個title 所以呢我變成我要繞一圈 再用super的方式呢 丟給我friend 它就具備有那個所謂的 title的這個名稱 所以 那這邊其實有繞了一大圈啊 只是要讓大家知道說 在繼承的過程當中 就是會有父子的關係 那如果說有些參數無法傳遞的話 就必須要透過所謂的建構員 有些書是翻譯成叫建構字 那最後的話呢 我們還要再做一件事就是 add label 也可以直接寫在這個地方 當然你可以直接寫在下面 也是ok的 只是說你可以 也可以在建構員裡面呢 去做 一些事情 那所謂建構員就是說 你只要new的過程 你只要有這個new的動作有沒有 他就會觸發這個建構員如果沒有new的話就不會觸發 這個觸發的時機要特別注意 我們來用那個 除錯模式給各位看一下 比如說我這個地方 先把游標停在這個地方 他會new一個對不對 然後我new的時候你會發現 他就會跳到上面來了 跳到建構員所以 在new的過程為什麼要寫建構字 主要就是說 我如果我今天 會有需要做哪些事情是在 比如說我今天建立一個實體的時候 建立一個實體的時候 我會需要做什麼動作 就可以直接寫在那個所謂的建構子裡面 好那今天我要傳遞一個參數給那個 我的上一層super 這個super也要記者啦 super是我的上一層 我的副 副層的話 那我假設我指自己的話 有一個另外一個關鍵字叫做lis lis 如果是上一層的話叫super 那這個地方我就直接 RUN 那你會發現RUN完之後的話 他就把這個字串 傳遞給frame 那之後呢 add一個label 然後你會發現他又跳回來了 也就是他初始化了 有點像 建構子有點像初始化 一個在實體過 就是把 虛的class 要把它變成實的過程當中 你需要做哪些動作 就可以直接在建構子裡面做 那在這個地方他就 這一行就結束 那就往下 並且把這一些 去執行 執行之後 就會產生我要的結果了 這地方的話 我們RUN RUN出來就是我們要的 所以這邊的話呢 特別注意就是說 結束因為我沒有加上那個事件 所以 也沒有辦法去做這個動作 好 那這邊的話呢 我想你們試試看 就是說 瞬便瞭解一下 extense 加上一個建構子 那順便這個 傳遞參數也瞭解一下 把畫面還給各位一下 到 到 到